歐盟執委會週一宣布 對蘋果公司儲罰18.4億歐元 主要因為蘋果的應用程式商店 限制音樂串流程式開發商告訴消費者 在蘋果平台以外有更低收費的選擇 這次是蘋果首次因為違反歐盟規定而受儲罰 但金額已創下歐盟最大罰款案的紀錄 蘋果批評有關判決 並在聲明中強調 歐盟執委會未能發現任何消費者權益受損害的確實證據 仍做出了有關的決定 是忽視一個蓬勃發展、競爭激烈 而且快速成長的市場現實 而歐盟執委會主管市場競爭的委員馬格·麗特 在記者會表示 由於蘋果的應用程式商店 向開發者收取30%的手續費 令消費者在這個平台訂閱程式的價格較貴 雖然消費者可以在其他地方訂閱 但蘋果就切發了指有關的消息流通 包括禁止音樂串流程式開發者 在蘋果的iOS平台向消費者提供完整的資訊 並禁止提供可以去到開發者本身網站的連結等 馬格·麗特說 蘋果有關的做法已經持續了近10年 而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指 本來預計歐盟執委會 只會對蘋果處以5億歐元的罰款 但就沒有猜到最終是這個數的近4倍 而18.4億歐元的罰款 相當於蘋果全球營業額的0.5% 蘋果表示 歐盟執委會這項決定的主要倡導者 和最大受益者是Spotify 一家總部位於瑞典斯德哥爾摩 擁有世界上最大音樂串流應用程式的公司 蘋果將提出上訴 而位於盧森堡的歐洲第二高等法院 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才可以做出裁決 在上訴結果出爐之前 蘋果必須支付罰款 並遵守歐盟的命令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